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将在法国奥克脚悬崖发表讲话 此后他将开始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这是拜登2021年就职以来首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本月晚些时候拜登还将前往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峰会 并在此期间再次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拜登欧洲行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月前刚刚到访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 中美领导人先后欧洲行谁更能得偿所愿 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 以及美国爱德飞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 再次欢迎二位 首先我想来请教赖小刚教授 拜登总统这次在法国有两场重要讲话 一场就是我们上半场讨论的 他昨天在奥马哈美军阵亡将士公墓的那场讲话 那么另外一场就是他今天即将在奥克角悬崖的这篇讲话 您觉得拜登为什么要选择奥克角悬崖这样的一个地点 在这个地方另讲一场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好的 这个演讲还没有开始 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结束的时候 这个拜登总统的演讲才开始 那么说现在呢 我就推测一下 从奥克角和奥哈玛这个地方 推测它的意义在什么 这个奥克角和奥马哈拍就是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象征 它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到奥克角不到奥马哈 就像你没有去过诺曼底登陆的那个诺曼底一样子的 那么这两个地方呢 是这两个奥克角和奥马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呢 这个盟军是登陆的有五个海滩 其余四个登陆都非常顺利 伤亡也不大 但是呢 在奥马哈就不是了 奥马哈潘的时候美军伤亡特别大 可能我记得要记忆没有错的话呢 在当时的海滩上的阵亡人数大概就两千人 这还不算奥克角 那么奥克角呢 是一个俯视奥马哈滩的一个悬崖上面 一个炮台 一个要塞炮台 这炮上 这个要塞上呢 有六门要五行米的炮 就俯视奥马哈滩 而奥马哈滩呢 原来计划的时候呢 就要在那建立人工岗 后来也是就在那建立这个人工岗 所以呢 你要是控制奥马哈滩 就必须占领奥克角 所以呢 美军呢 就去突击奥克角 突击奥克角 上盟非常非常大 而占领这个奥马哈的时候呢 尽管是准备非常充分 训练都很多充分 但是就有一些个预料不到的因素 所以美军的进攻非常非常不顺利 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连当时的集团军群司令 布莱德利 都准备要放弃 但是呢 最后就从前线指挥官说 我们再监视 我还能改 所以最后用了巨大的代价 拿下了奥马哈 拿下了奥克强 那么呢 如果大家对这场仗 因为它是个象征性的意义的话 就刚才有电影 刚才王教授说的最漫长的一天 这就是一场电影 就是在那里讲这个故事 还有一个呢 就是拯救大兵瑞 也是讲的这个背景 他的背景都是和当年的纪录片 都是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的方法看完 是 所以拜登总统显然也是想要 借助这两场演讲来强调 这个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 价值和意义 以及美国曾经为此付出的代价 从6月8号开始 拜登将对法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巴黎 为拜登举行阅兵仪式 并且在爱丽舍宫举行国宴 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这一趟法国行恐怕并不轻松 在当前的这个局势之下 美法关系其实非常微妙 王教授刚才在第一个话题当中 其实你也提出了这个观点 为什么能不能来具体的阐释一下 拜登要想加强跨大西洋同盟 法国到底是支点还是难点 我想美法的关系的话 过去80年从美国牺牲重大的代价 然后来解放了法国以后到现在 始终是非常的微妙的 那当然戴高乐那时候是带领 这个法国流亡政府进行游击战 然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这个法国是在这个同盟国这边 而且是等于说是世界五强之一 在联合国也取得了一个 这个五强的地位 有着否决权 但是法国始终在这个 所谓的跨大西洋事务上面 有一种这种独立的思考 因为戴高乐的话始终认为说 法国应该是在战略上来讲的话 是应该是独立自主的 而且虽然说这个有这个北约组织 但是法国他并不希望说能够会介入 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的事务 所以就是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较劲 但是话又讲回来了 就是说如果当初没有美国人来解救法国的话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今天在巴黎的话要讲的是德语 然后在巴黎的这个凯旋门前 在这香榭里切大道的话 阅兵的是这个纳粹的士兵 所以我觉得美国去争取这个法国的话 要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 特别是前一阵子 这个习近平才去法国做过国事访问 那在那在此之前的话 习近平把这个马克龙 这个总统好像特别有这种战略自主 这个想法到大陆去 然后见到他两次 然后再回来的话 安排习近平到巴黎的国事访问 那拜登的话 我觉得是有意要扳回一层 这扳回一层的话就是说 你固然你交新朋友很重要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老朋友对你来讲 对你现在这个生存发展来讲的话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 他的法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 有一个重新温故知新的效果 而且法国的话最后会了解 就是说虽然说他跟美国之间 可能有一些事情不见得是完全 不站在同一个观点 但是在大部分整体上来讲 比如说对于民主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的重要性 还有犯大西洋事务的这个协调这些 我觉得这些的重点的话 他们应该是可以同意的 是 刚才王教授谈到了这个 法国的战略自主 我记得恰恰是在习近平防法之前 马克龙接受了一个采访 其中就澄清过这个概念 他当时说外界对于他所谈论的战略自主 是有误读的 这并不是说法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是等据的 他当时说我要清楚的说明的是 我们是美国人的盟友 王教授您怎么解读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澄清的话比不澄清要好 因为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 比如说拜登总统在先前有四次 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曾经提到说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一个议题 就是台湾的议题是否会 如果中国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的话 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 或者是军事干涉 拜登总统毫不犹豫的四次回答说会 然后后来的话他的这个顾问的话 都要想办法把澄清或怎么样 我记得那个之后 马克龙就曾经针对这件事情讲过 就是说这个美国愿意这样做 法国可不愿意 所以让人家觉得有这个见缝插针的可能性 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对美国人来讲比较重要 我们欧洲人的话还是不要扯入这场浑水 那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 北约它作为一个同盟协调的一个机构 近年来对于这种区域的安全 跟对这个全球的安全来讲的话 有逐渐这个协调和扩张的一个趋势 那这也可以从这个比如说 在台海虽然离欧洲很远 但是近年来的话有很多的这个法国的军舰 甚至于荷兰的军舰 英国的军舰 到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是一个国际公海去寻意 表现说他们对于这个国际安全 国际事务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信念 所以我觉得马克龙就事后 这样的一个澄清的话是有必要的 我相信也有助于这个美国对他的怀疑 赖教授您怎么看待法国在中美之间 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立场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立场 好 谢谢啊 刚才王教授谈到了戴郭勒 这事情都要从戴郭勒这开始说的 就简单地说一下 戴郭勒最讨厌的人 就是罗斯福 而罗斯福最讨厌的人 也是戴郭勒 这个美法之间的爱恨情仇 就是从战争中间的戴郭勒和罗斯福那开始 这个故事已经挺复杂 就不能说了 但就从那开始 后来法国人之所以到这个位置 就因为丘吉尔英国人在那拉着 因为英国人知道法国的价值是多大的 但是在法国人的眼里面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都是不同的代价和美国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治实体 那么在法国政府的眼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意识形态的敌人 是生意上的伙伴 也是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而美国呢就是既是靠山伙伴 但也是对手 就是是靠山 就是就刚才那个王教授说的 要是没有美国 现在的法国在讲德语呢 就是没有美国就没有现在的法国 那么这是靠山 那么是伙伴 就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存在有广泛而深度的合作 各个方面 那么是对手 那么这个对手就是2021年夏天 那个AUKUS交易 就是那个潜艇的交易 这个美国和法国存在着无数的商业的竞争 小到零售服务 大到航空航天和军火贸易 几乎无处不在 而且呢 不光是商业上 在文化上也有 那就是语言文化上面 把法国在拼命想保持着法语和葡萄酒的地位 来抵制英语和可口可乐 我在加拿大生活的 加拿大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讲法语的 这一点我能特地能感觉到 那个法国人对于法语和英语的这种关系 要保持法语的地位 那么能知道呢 法美的这样的复杂的关系 再加上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 我说是欧洲大陆 不包括英国 是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 就给了法中两国领导人 对对方有过高的期望 法国呢 是一方面想利用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来拓展自己与北京的商业利益 增加自己与美国的砝码 同时提高自己在欧洲 非洲 东亚的影响力 而北京则把法国视为分化西方世界的一个蝎子 一个能够获得美国禁运技术的渠道 能够在非洲和中东进行合作的伙伴 由此原因呢 马克龙对不同的方式接待了习近平和拜登 是 刚才赖教授说到法中对彼此之间都有过高的期待 那么中国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对于法国的期待能否实现呢 我们有分析认为 习近平访问法国 其实在关键的议题上 一件事都没有谈论 从他回到中国之后 双方的做法 中国 法国 甚至包括欧盟的做法来看 中法关系和中欧关系 实际上是进一步恶化了 王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 虽然说这个 马克龙给予习近平 还有现在的拜登的话 都给予这个国事访问的这样一个待遇 但是对于这个习近平之访的话 我觉得可能现在看起来的话 是习近平得到了很多的面子 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多的理智 怎么讲呢 因为习近平去前一阵子去欧洲 做国事访问的话 特意的选择了法国 塞尔维亚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三个国家 那法国的话 刚才赖教授有分析过 就是说他希望从法国这边 能够达到分化西方联盟的这样一个目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除了说在俄乌战争的世界上的话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 他们有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 一个共同的策略之外 还有就是北京当局 那是非常担心的 就是西欧的国家工业大国 包括法国 德国等等 逐渐的要追寻 就遵循这个在美国 也在酝酿的一个 对于中国这个清销 产能过剩 特别是在电动车 太阳能电板等等这方面 要实施这个 刻意这个重大的关税等等 习近平对于这个所谓的新三样 对中国经济的这个重要性的话 感到非常的焦虑 所以他也希望说 能够从法国那里 能够取得一个松动 那你就光从这两件事情来讲 来看的话 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他要达到这个分化 西方的这个安全 和经济事务上来讲 这个目的似乎并没有达到 相反来讲 那个现在拜登 那个后 习近平前脚才走 然后拜登后脚就进来的话 那拜登毫无疑问的 也是要来确定 就是说法国在 这些重要事务上 事情上的话 他的立场基本上来讲 还是跟华盛顿 跟伦敦 跟这个柏林的话 他立场是一致的 是 近日也有消息传出说 欧盟啊 即将在7月4号 对中国的电动车 来加征临时关税 这个也可能是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啊 在团结 应对中国问题上的 这样一个新的进展 我们有一位叫做 天地梁的X网友留言说 习近平访欧 无非就是以进口产品 来要挟欧洲 满足他的某些要求 无法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 拜登访欧的成果 则不可能短期 达到预想的效果 因为欧洲很难短期 就做到和中国这样的 庞然大物 完全进行切割 但中国经济的坠落 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到时候欧洲和日本韩国 都会自觉不自觉的 与美国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看齐 那么另外一位叫 Chidog2023的X网友说 这次欧洲一定会亲美反习 习近平在俄乌之间选错了边 算是把欧洲给彻底得罪了 对欧洲而言 选边中国得的只是经济利益 而选边美国得的 却是实打实的安全 曾经的欧洲经济利益为重 但经过俄乌一战 欧洲意识到了身边 还有一个侵略成性的强敌 生死存亡之际 欧洲还是清醒的 赖教授您怎么来回应 这些网友的观点 您觉得欧洲现在有多清醒啊 那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 是否还是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 到底清不清醒 您怎么看 欧洲很清醒 它知道自己要什么 怎么样 它知道自己和美国人之间 就是和美国 包括和北美 之间的差距在什么 就是竞争的地方在什么 什么地方共同的 那么共同的 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念 共同的民主制度 这是连接大西洋两岸的一个纽带 这是美国那个 昨天说的 真正的纽带 大西洋支援纽带呢 是价值观念 至于说商业竞争 这是正常的 任何一个社会 都有商业竞争 这是正常的 那么如何取得呢 因为欧洲和美国相比 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所以欧洲 而且内部呢 又有那么多的国家 所以欧洲的内部呢 它要达成共识 再和美国来讨价还价 这个过程就非常复杂了 但欧洲人知道它要什么 而也知道 中国在中间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中国作用呢 主要的就是商业性的 所以这个关于就是 电动车子这个问题呢 这个影响啊 影响不能低估的 因为呢 欧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也是主要盈利的地区之一 而中国的经济呢 又严重依赖对外贸易 而能够盈利地区并不多 所以呢 在现在的时候 这个欧盟给中国的进口电动车 加征这么高的关税 那么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的这种经济 我的看法是雪上加霜 而这就会呢 一定会恶化 欧盟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关系 而政治关系呢 现在呢 已经是非常恶劣了 只是由于有法国这个国家 在这里面待着 法国就刚才说的 和中华关系这种复杂性 所以呢 还能保持个联系 如果没有法国 还有包括还有德国在里面 这种张业联系 这个中欧关系 就不知道恶化到什么程度了 嗯 那王教授 您觉得未来影响美欧关系的因素 会有哪些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 这次在访问欧洲的时候 也是刻意地在很多言辞 甚至是行程安排上 展现自己和特朗普的不同 您觉得美国接下来的总统大选 真的会对美欧关系有影响吗 还是只是在竞选过程当中的一些话术而已 嗯 就提到您刚才 这个这段节目的一开始 提到这个 拜登总统马上要到在奥克角悬崖 发表重要讲话 那就让我想起来说 在政治上来讲 很多这种象征意义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 他在奥克角悬崖做的演讲的话 可以跟另外一位总统 是不同党派的一个总统 是共和党总统 这个雷根 他40年前在柏林的时候 在冷战的最前线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说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他对那时候的苏联的总书记 哥巴乔夫说 请你把这个柏林围墙给拆掉 那个是对 就等于说 自由阵营的话 对一个极权阵营的一个挑战 那么我相信 这个拜登总统 他在考虑这个场所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话就话讲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要出访欧洲 而且在美国的话 今年11月份要有大选 然后这个政治狂人 川普 这个回国的可能性还有 那我觉得他虽然不用名讲 但是西欧的这些人士的话 也会很明显的 就发觉出来说 他跟川普在 对于这个盟邦的待遇方面的话 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川普的第一任 做总统的时候 他对于北欧这些盟邦的话 是责备很多 认为说 他是在提 这些富有的 然后被惯坏的 这些西欧国家提供保护 但是他们提供的保护费 不太不够 对盟友提出保护 但是美国从这种同盟关系的话 也获得很多的好处 事实上 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他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 他加强跟传统盟友 还有新伙伴的一个关系 那我想这一点的话 在西欧的人士的话 也不会看不到 就是说他们可能 不方便在内政上 讲出他们一些话来 但是可能很希望说 拜登能够继续连任吧 赖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 怎样的思考 因为刚才王教授提到 就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涉及到军费等等问题 我这里注意到 就是最近被美国媒体 很频繁引用的一个数据 就是自从俄罗斯 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1750亿美元 那么这比美国二战后 向16个欧洲国家提供的 171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还要多 那相比之下 欧盟成员国总共向乌克兰提供了 530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援助 和3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那很多美国的媒体 包括这个对拜登政府 持批评立场的一些分析人士 也在频繁地引用这样的一个数据 来进行对比 来分析到底现在美欧同盟关系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您怎么看的 莱教授 这个美欧同盟关系 由于俄国战争而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俄国战争给欧洲人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警醒 就是当年的川普说的话是对的 你必须要加强你的军备 川普一点都不客气 批评德国人 批评法国人 你们竟然在能源上依赖了俄国人 而且这是不公平 所以您觉得其实是美欧关系 是借着俄乌战争进一步的加强了 对 是 由于实验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 希望以后有机会 可以进一步的深入来分析 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和王维正教授 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所有信仲应 阴市永远均